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笔记有什么样的重点 在这一章 那第十章主要是讲岩石跟土壤 岩石就是由天然的矿物构成的 那矿物是什么呢 矿物是构成岩石的一些晶体颗粒物质 可以是一种可以是多种的 那例如石鹰是二氧化硅 常石是硅酸岩 硅酸岩 怎么突然间写玄武岩 硅酸岩 然后云母的话是硅酸岩的 然后芳解石是碳酸钙 大理石构成大理石吧 应该是说常石是构成玄武岩的 芳解石是构成大理石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石膏是硅酸钙 然后石膜是碳的 Ignus Rock 我忘记去找那个 好像是Antris有问我英文名字 然后我有写在笔记这篇 所以你看一下 火层岩是这个Ignus Rock 是由岩浆凝结 然后形成的一个岩石 它占了地壳的体积的65% 花钢岩是地下岩浆 它侵入地壳的时候就冷却下来 所以它在地壳里面形成 它是有肉红色、浅灰色为主 然后有明显的一些晶解颗粒在里面 玄武岩的话它是喷出地表 然后冷却形成 所以它会有很多气孔的柱状的结构 主要是以黑色和灰色 为主 成绩岩来讲 它是叫sedimentary rock 然后在地表的碎屑 一层一层堆积压石固化形成的 然后它是有明显的成状 分布的特征 还有很多时候会有这个 不知道应该讲很多时候 如果它有化石的话 它就一定是成绩岩 所以唯一一个会有化石存在的 就会是成绩岩 矿物的矿物占全世界的这个蕴藏量的80% 它的所有就是在成绩岩可以找到的矿物占了80% 石灰岩 石灰岩是成绩岩的一种粒子 然后它是以白色灰色为主 没有晶体颗粒 然后可能会有化石 砂岩的话 白色灰色跟淡红色为主 有成状的结构 有微小的砂粒 也可能会有化石 变质岩呢 叫metamorphic rock OK 地壳呢 已经生成了石头呢 在岩浆的活动 地壳的运动 产生的高温高压的条件 它就把原本的石头呢 变化 形成新的石头 是新的岩石 那这个大理岩呢 就是从石灰岩的变质而来 有晶体颗 矿物晶体颗粒和这个片状的结构 OK 所以其实呢 那那也 成绩岩 火层岩 这个岩浆岩 有一些地方叫它岩浆岩 变质岩呢 它们其实是之间呢 是可以互相的变化的 像你看啊 这个如果成绩岩 跌进去了 跌进去这个岩浆里面 被溶化了 或者是变质岩 也是跌进岩浆里面 融化了 过后呢 它又冷却 它就会变成 火层岩 或者是火层岩呢 它变质 或者是成绩岩变质 它就会变成变质岩 过后当然呢 有一些变质岩跟火层岩呢 经过一些风化 然后呢 又再压十回 就是把它变成碎屑了 之后要再压回去啊 就会变成成绩岩 所以呢 它们之间呢 是可以互相的转换的 不是说它今天变成了火层岩 它就一定是火层岩 过后没有办法转 没有的 它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模式的 那岩石的风化呢 是岩石在风啊 水啊 温度变化 还有生物的因素啊 的作用下 会破裂 会变成石块 会变成细小的碎屑 直到变沙粒的过程呢 我们都叫 风 风化 岩石的风化 土壤里面呢 有什么呢 有主要是有 无基岩 沙粒 腐质值 水 空气 和土壤的生物 组成的 OK 所以这个呢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啊